雷士展开跨中夜飞行训练 大陆东部战区释出新动态 聚焦对战战术 空战机动 以及对地对海全方位攻击 进行专攻训练 强调该训练融入实战背景 在对抗空战中 我们依托制空作战体系支撑 实现敌情信息实时传递 战场态势快速共享 掌疗机精准打击高效发起 实打备战中 磨练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聚焦空军分析 判断决策等核心能力 而在夜航训练中 针对夜间低空突防 夜间大强度 连续出动等项目展开专攻精炼 要求部队在黑夜中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以适应未来战场环境 我们充分利用夜暗环境 和各种突发情况 摔打锤炼每一名参训人员 适应未来战场环境 确保部队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打得赢 就在消息之际 我国国防部指出 过去一天争获共计十架次 共建六艘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而这时间点也正值 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巴拉圭 过境美国之际 北京政府对此痛批 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而目前他已经抵达美国旧金山 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 以及中美代表 小美琴登记迎接 部分华侨热情迎接 但更令人瞩目的是 一旁举着赖清德是顽固台独分子 死路一条等排之标语 在场抗议群众 而这时间点 美日海领袖将齐聚大卫营 首度举行三国独立峰会 预计台海和平稳定 也是议题之一 白宫今天再一次重申 美国目标是确保大陆入侵台湾的那天 不会到来 因为没有人愿意见到 台海发生冲突 而且也没有必要发生 似乎在向北京喊话 记者综合报道